演员陈锦不仅是演技精湛,人生观更是超前 他如今已经58岁了,无婚无子始终把自由放在第一位 而且毕生都在为之奋斗努力 陈锦会有这样的观念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他小时候父母实在是太忙了,就无暇顾及到他的情绪 陈锦心里就非常的失落,同时就产生了长大以后结婚的想法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哥,哥哥非常赞同他的决定 并且两个人约定说一辈子不结婚,老了就互相照顾 现实生活中我也发现坚持不结婚的好多都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原生家庭因为父母忙碌或者是感情不和 所以并没有带给他们太温暖的家庭记忆 在家庭中,你就父母的饮食习惯,父母的语言体系,说话方式 这种情绪释放的方式,孩子都会模仿的 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家就是他的全部,父母就是他的全世界 那很自然的父母之间相处的方式,亲密的方式,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方式 家里的整个氛围,就是他们从小到大切身体会到的关于爱情,关于婚姻的样子 这种切身的体会啊,积累多年的这种感受,是长大以后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小说啊,电视剧啊,或者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观念和想法,难以改变 就好像是你从小到大啊,吃的苹果都是酸的 那长大以后有人跟你说爱苹果是甜的,你肯定是不信的 我现在呢会观察我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模式 还有我在一些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所做的一些选择 我觉得也是深受我父母的影响 他们没有直接告诉我该选什么 他们一直都给我足够的空间和自由 可是我选择的就是按照他们的模式去选的 这真的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所以现在我在听到像陈景这样的 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选择一辈子不婚不育的故事 我就觉得也能理解他们 当然我现在人到中年啊,当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能够去觉察到自己的这些行为模式 很多时候是对我父母的模仿 我就忽然觉得这个视野就宽了 眼睛就明亮了 我就看到了可以改变的机会 所以现在要我说 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在人生的某一个点上 你还是可以去突破和改变的